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影响我们 又该如何应对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神秘面纱 深入探讨其中的奥秘 表里不一这个征兆 或许是灵性高尚者最难面对的挑战之一 许多灵性修行者在追求内在和平与外在和谐时 常常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矛盾之中 这种矛盾并非容易察觉 因为它往往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伺机而动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决策 当一个人表面上看似灵性高尚 这意味着他可能展现出慈悲 智慧与平和的特质 他的言行举止无不透露出对生命的敬重与爱护 彭扶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然而 这仅仅是外在的表象 内心深处 他可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内在挣扎 充满了负面的情绪 如愤怒 嫉妒 恐惧与不安 这种表里不一的状况 常常让人觉得矛盾重重 表面上的平和与内心的风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人无法轻易厘清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自己 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灵性修行的过程中 因为修行不仅仅是追求内在的成长与启蒙 更是一次次面对内心深处阴影的机会 当我们感受到内在的负面情绪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压抑与忽视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情绪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灵性形象 然而 这种压抑与忽视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负面的情绪如同积压的火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将爆发 并且可能会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展现出来 灵性修行者需要认识到 表里不一的征兆其实是一种成长的机会 当我们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承认并接受那些负面的情绪 我们就能真正开始处理它们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任这些情绪肆意滋长 而是要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 寻找解决之道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羞愧或自责 因为我们无法始终如一地保持灵性高尚的形象 然而 这种羞愧感其实正是我们进一步成长的契机 它提醒我们 真正的灵性修行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表现 更是内在心灵的进化与升华 在这个过程中 理解与接纳自己的情绪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学会对自己仁慈 给予自己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去面对内心的困惑与痛苦 只有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 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心灵的和谐与平衡 许多灵性导师与修行者都强调 灵性修行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自省与反思 不断地挑战自我 并且勇敢地面对内心的黑暗面 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困难与挑战 但正是这些困难与挑战 让我们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并且在每一次面对内心挣扎时 获得更多的成长与启示 灵性修行者在面对标理不一的征兆时 应该学会与自己和解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且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只有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改变与成长 当我们谈论灵性成就时 很容易忽略一个微妙却深远的陷阱 傲慢 这是灵性成就感带来的一种自负 让人认为自己高人意的 或许你会觉得 灵性成就应该让人更加谦逊和包容 但实际上 灵性成就感常常会悄然滋生出一种自我优越感 这种傲慢源自于灵性上的进步和成就 让人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人 你可能开始觉得自己比那些 未曾踏上灵性之路的人更加睿智 更有洞见 甚至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比他人更高尚 这样的心态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错误的优越感中 认为自己灵性上高人意等 灵性的傲慢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感觉 它会在我们的言行中体现出来 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在谈话中流露出 对他人无知或灵性不足的轻蔑 或者在与他人分享灵性经历时带有一种说教的姿态 这样的行为不仅可能疏远他人 还可能阻碍自己的灵性成长 很多灵性追求者在初期会经历一段谦虚和感恩的时期 但随着灵性经验的累积 傲慢之心也可能随着来 这种变化常常是潜移默化的 让人难以察觉 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的灵性知识和体验 让你拥有了解宇宙真理的特权 这种想法会进一步强化自我优越感 在灵性道路上 保持谦逊至关重要 谦逊是一种力量 它能够让我们保持开放和接受 持续学习和成长 傲慢则是灵性进步的绊脚石 它会让我们固不自封 失去与他人真诚交流的机会 这种傲慢心态不仅损害我们的灵性成长 还可能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让我们成为孤独的灵性追求者 灵性成就感带来的傲慢 还可能让我们忽视他人的价值和灵性经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性旅程和成长经历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灵性成就 而轻视他人的经历和感受 相反 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灵性路径 因为每个人的灵性道路都是独特且宝贵的 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谦逊和尊重并不容易 我们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 确保不让灵性成就感转变为傲慢 这需要我们保持内心的觉察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灵性上的提升和成长 灵性傲慢还可能让我们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变得固执极健 认为自己的灵性见解是唯一的真理 这样的态度会让我们失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因为我们关闭了心灵的大门 拒绝接受心的观点和经验 相反 保持谦逊和开放的态度 我们能够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 丰富自己的灵性认知 控制欲是一种令人注迷的力量 它往往让我们感觉自己能掌控一切 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在灵性上有了一些成就时 然而 控制欲却是九种魔性征兆之一 即使是灵性高的人也难以避免 这种欲望不仅能影响我们的生活 更能深刻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的灵性道路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种控制欲是如何悄然进入我们的灵性生活中 又是如何影响我们和他人的灵性成长 首先 让我们了解一下 控制欲在灵性领域是如何表现的 你可能以为 灵性修行者应该是心胸开阔 包容万物的人 但实际上 很多灵性修行者会因为自己掌握了某些灵性知识和技巧 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引导 甚至控制他人的灵性成长 这种心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不仅抑制了他人的灵性自由 也可能导致自己陷入傲慢和自负之中 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 每个人的步伐和方向都是独特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了解或决定别人的灵性道路 然而 控制欲却会让我们忽视这一点 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 强迫他们接受我们认为正确的观念 甚至干涉他们的生活选择 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他人的灵性成长 反而会让他们感到被束缚和压迫 进而对灵性探索产生抗拒 举个例子 一位灵性导师可能会因为自己掌握了一些灵性技巧 而开始对弟子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甚至强制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修行 这种情况下 弟子们的灵性成长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被迫的结果 这样的修行是没有灵魂的 也无法达到真正的灵性觉醒 相反 真正的灵性导师应该是引导而非控制 他们会尊重每个人的灵性选择 提供建议而不是命令 让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灵性探索 控制欲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度保护 这种保护看似是出于善意 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人成长的机会 当我们过度保护别人 试图替他们做决定时 我们其实是在阻止他们面对自己的挑战和考验 灵性的成长需要经历痛苦和困难 这些经历是无法替代的 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获得真正的灵性智慧 过度保护只会让他们依赖我们 失去独立面对挑战的能力 控制欲还表现在对结果的执着上 我们往往会希望他人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成长 达到我们认为的成功标准 这种执着会让我们忽略过程中的变化和个体的独特性 从而导致对他人的期望过高 甚至失望和挫败 灵性成长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每个人的进步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对结果的执着 尊重每个人的成长节奏 并相信他们有能力找到自己的道路 控制欲的根源其实在于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控制他人的欲望 是因为我们对未知的未来感到不安 害怕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这种恐惧会让我们在无意中变得专制和固执 从而对他人的灵性道路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需要学会正视自己的恐惧 接受不确定性 并相信宇宙自有其运行的法则 只有当我们放下恐惧 内心真正平静下来时 才能放手让他人自由地探索自己的灵性道路 第四个征兆 偏见 一个简单的词 但其背后蕴含的力量却无比巨大 在我们谈论灵性和自我提升的过程中 偏见往往像是一个隐形的障碍 阻碍了我们进步的道路 即使是那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也难以完全摆脱偏见的影响 在灵性的旅途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体验 这些见解和体验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 指引着我们的行为和决策 然而 当我们开始对那些不符合我们灵性观点的人 持批判态度时 我们便陷入了偏见的陷阱 这种态度不仅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更重要的是 它破坏了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层次连接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某人的观点与我们的灵性理念相左时 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感 甚至会觉得对方不够灵性 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 试图保护我们已有的信仰和价值观 然而 这种防卫机制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 隔绝了我们与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理解 偏见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 当我们遇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时 我们感到威胁 因为这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这种威胁感让我们本能的采取防御姿态 试图通过批判对方来维护自己的信念 然而 真正的灵性成长在于能够超越这种恐惧 打破偏见的枷锁 敞开心非去接受和理解不同的观点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产生偏见 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被误解 还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自己可能并非绝对正确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指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当我们能够证实这些不安全感 我们就能开始真正的放下偏见 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连结 一个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并不是没有偏见 而是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偏见 并主动去克服他 这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自我觉察能力 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内心的防御机制 并且有勇气去挑战他们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灵性的核心在于爱与包容 而不是批判与排斥 当我们遇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时 我们不妨试着去理解对方的立场 看看是否能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智慧 当我们能够敞开心扉去接受这些不同的观点 我们的灵性世界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偏见不仅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 也影响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当我们对他人持批判态度时 我们其实也在无形中对自己施加了同样的标准 我们变得更加苛刻 对自己的灵性进步不够满意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 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不仅让我们感到压力忠忠 也让我们难以真正的接纳和爱自己 因此放下偏见不仅是对他人的宽容 也是对自己的宽容 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 理解每个人都有其成长的过程和挑战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灵性之路将变得更加平和和顺畅 第五个征道 冷漠 这是一个看似负面的词汇 但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 它却可能成为我们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灵性高的人往往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内在修行上 他们寻求内心的平静 追求与宇宙更深层次的连接 然而 这种过于专注于自我内在的修行 有时会让他们忽略了周围人的感受和需求 甚至变得冷漠 当我们开始深入探索自我 寻求灵性的提升时 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内在的变化 这些变化让我们变得更为敏感 更能体察内心的声音 这种专注 让我们远离了外界的喧嚣 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世界 这是灵性修行的一部分 但也正因如此 我们可能会不经意间忽视了身边的人 他们的感受和需求渐渐被我们抛中脑后 想象一下 一个人正在静坐冥想 他的内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 但此时 他的朋友正面临生活中的困境 急需一个倾诉的对象 然而 这位灵性修行者却因为沉浸在自己的修行中 而未能及时察觉朋友的需要 这种情况下 冷漠似乎成了一种无可避免的结果 灵性高的人常常会觉得 只有内心的平静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只有深度的内在修行才能达到灵魂的升华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我们需要互动 需要情感的交流 过于专注于内在修行 让我们忘记了与他人之间的连结 这种冷漠 不仅让我们失去了宝贵的人际关系 也让我们错失了许多生活中的美好 冷漠不仅仅是忽视他人的感受 它还可能是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压抑 在灵性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被教导要放下自我 超越情感的束缚 然而 情感是人类自然的一部分 忽视它们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反而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 灵性高的人 应该学会在内在修行与外在世界之间找到平衡 修行并不意味著要完全隔绝外界 它应该是一种内外兼修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静坐冥想中寻找内心的平静 也可以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温暖 冷漠 只会让我们失去与这个世界的连接 而真正的灵性修行 应该是让我们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 感受到更多的爱和关怀 有一个故事 一位灵性修行者每天花数个小时冥想 试图达到内心的宁静 他的邻居是一位独居的老人 经常需要帮助和陪伴 这位修行者一开始并未注意到邻居的需要 直到有一天 邻居因为意外无法自理 修行者才意识到自己的冷漠 从那天起 他开始在每日的修行之外 抽出时间去帮助和陪伴邻居 这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冷漠 不仅让我们失去与他人的连接 也让我们错失了许多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灵性修行的道路上 冷漠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陷阱 当我们过于专注于自我内在的成长时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不要忽略了周围人的感受和需求 冷漠并不是灵性高的象征 而是一种偏离正道的表现 我们需要学会在灵性修行中保持一颗温暖的心 学会关心和爱护周围的人 灵性进步是一个美好的旅程 但在这条路上 有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落入一些陷阱 其中之一就是自恋 这并不是指那些经常被人批评的外在自恋 而是一种内在的 隐蔽的灵性自恋 当我们在灵性道路上不断进步时 容易过度强调自己的成就 忽视了他人的贡献和陪伴 灵性自恋是一种微妙的心态 它让我们在灵性追求中感到自己特别 优越 甚至无懈可击 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冥想 修行比其他人更高深 觉得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 这种感觉固然令人振奋 但如果过度强调 就会使我们渐渐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时候 这种灵性自恋会表现为 我们无意中把别人的帮助和指导 视为理所当然 甚至忽视他们的重要性 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 把一切进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 而忘记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人 这样的心态不仅让我们远离真实的灵性连接 也可能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亲友 在灵性道路上 每一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是宝贵的 有些人可能不如我们那么深入地了解某些灵性理问 但他们的生活智慧和实践经验 同样能够丰富我们的灵性旅程 当我们过度强调自己的灵性进步 就容易忽视这些来自他人的宝贵贡献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灵性的成长是一个共同的过程 是一个需要相互支持和启发的旅程 过度的自我强调 只会让我们变得封闭 无法真正体会灵性道路上的美好 我们应该学会谦卑 承认自己的不足 感激他人的帮助 这样才能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灵性自恋还会让我们 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变得高傲 自负 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灵性成就 这样的行为 不仅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 也会阻碍我们 从他人那里学习和成长 真正的灵性成长 应该是包容的 开放的 而不是自我封闭的 当我们能够放下这种灵性自恋 真正从心底里 尊重每一个灵魂的独特性 尊重他们的精力和智慧 我们就能够建立起更加真实 深刻的灵性连结 这种连结 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灵性经验 也能够让我们在灵性道路上 感受到更多的爱和支持 自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它并非只存在于普通人之间 就连灵性高尚的人也难以避免 当我们谈论自欺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与自己无关 但事实上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比皆是 灵性高尚的人 通常被认为是那些拥有高度 自我觉察和内在智慧的人 但即便是这样的人 也会陷入自欺的陷阱 自欺的核心在于 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 每个人都有弱点和错误 这是人性的本质 然而 灵性高尚的人 往往因为对自己的高标准 反而更容易忽略或掩饰这些弱点 他们可能会认为 承认错误和弱点是一种失败 这会影响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所以他们选择伪装 选择用一种看似高尚的态度 来掩盖自己的不足 这种自欺有很多形式 一些灵性高尚的人 可能会表现得特别宽容和慈悲 但这样的宽容 有时只是他们逃避面对自己内心阴暗面的手段 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 于是选择用一种爱与光的面具来遮掩 这样的伪装看似高尚 实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他们害怕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 害怕这些情感会摧毁他们的灵性形象 另外一种自欺的表现是在修行和学习的过程中 这些灵性高尚的人可能会强迫自己 遵循一些极端的灵性规范 他们可能会过度追求纯粹的生活方式 拒绝一切看似不灵性的事物 这种过度的追求 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某种不安感的掩饰 他们害怕承认自己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 所以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灵性高度 这种自欺对个人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当我们不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时 就无法真正的进行自我反省和改善 我们会陷入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中 无法看到自己的真实状态 灵性高尚的人之所以难以避免这种自欺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太多的期望和要求 他们害怕失去别人的尊重和认同 害怕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选择了自欺 然而 真正的灵性成长来自于对自己真实状态的认识和接受 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 不仅不会降低我们的灵性 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只有当我们真诚的面对自己 才能真正的进行内在的改变 灵性高尚的人应该明白 灵性并不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而是一种持续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弱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部分 正是这些部分 让我们有机会不断的进步和提升 灵性的追求对许多人来说 是心灵上的救赎和内心平静的来源 通过灵性的修炼 人们能够感受到与宇宙的连接 获得更深层次的智慧 然而 有时候在灵性追求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迷失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八个魔性征兆末世现实 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能够解决面前的现实问题 但是当灵性追求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时 有些人会选择逃避现实问题 沉迷于内在的世界 他们可能花大量时间进行冥想 静坐或灵修活动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答案 然而 这些活动固然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但如果过度沉溺 就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和责任 当我们过度专注于灵性追求而漠视现实时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 家庭的矛盾 工作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纠葛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 如果我们选择逃避这些问题 只会让它们积累 最终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 这就像一个堆积如山的垃圾 不清理的话 最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 沉溺于灵性追求的人 往往会有一种错觉 认为只要内心够平静 一切问题都能自然而然的解决 它们相信宇宙会自由安排 所有事情都会按部就班的进行 不需要过多的干预 然而 现实并非如此 灵性上的成长并不能贴代现实中的努力和付出 只靠灵性的力量 我们无法支付房租 养家糊口 也无法应对人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这样的迷失 常常让人们忘记了生活的本质 灵性追求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它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 而不是逃避现实 当我们能够平衡灵性和现实 才能真正过上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举个例子 有一位朋友 他沉迷于灵性修行 每天花数小时进行冥想和静坐 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灵性层次 他深信 只要灵性达到一定高度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于是 他开始忽视工作中的责任 与家人的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少 结果 工作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家庭关系也变得紧张 最终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灵性的成长并不能贴代现实中的努力和付出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找到灵性与现实的平衡点 才真正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和谐 漠视现实的另一个后果 是我们会失去与他人的连接 当我们沉迷于自己的灵性世界时 往往会变得自我封闭 无法与他人产生真正的交流 我们可能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们 觉得他们的问题太过世俗 无法与我们产生共鸣 然而 这样的态度只会让我们变得孤立 失去社会支持和情感连接 事实上 灵性的追求并不应该与现实生活脱节 我们可以通过灵性修行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然后将这种力量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这样 我们不仅能够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还能够帮助身边的人 与他们共同成长 灵性的成长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让我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 更加坚定和自信 而不是逃避和退缩 我们要谈论的第九个魔性征兆是过度批评 这是灵性高的人也难以避免的一种情况 你是否曾经感觉自己对他人的灵性道路和进步过于苛刻 也许你认为他们不够专注 或者觉得他们的步伐太满 这种过度批评的态度不仅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也会在无形中削弱我们自己的灵性成长 当我们走在灵性道路上 难免会经历一段自我觉醒的过程 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潜能 看到更高层次的真理 这种觉醒常常伴随着一种自豪感 我们感觉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并且渴望与他人分享这种体验 然而这种自豪感若不加以控制 便会变成一种优越感 进而产生对他人的批评 批评的本质是源于我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当我们看到他人走在不同的灵性道路上 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灵性修行时 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便会浮现 我们害怕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是错的 或是担心自己的进步不够快 于是我们通过批评他人来掩饰这种不安感 然而过度批评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内心的恐惧 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负面情绪 当我们对他人的灵性进步顾于苛刻时 我们其实是在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身上 每个人的灵性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无法以同一套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 另外过度批评也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 灵性成长的过程本应该是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的 然而当我们开始对他人进行过度批评时 我们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负面的环境 让他人感到压力和挫折 这不仅会让他们远离我们 也会让我们失去宝贵的支持系统 我们需要明白 灵性成长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和节奏 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走灵性道路 相反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和尊重他人的灵性选择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